中国一年有457万人确诊癌症,提醒这六种食物在爱吃都要管住嘴,说起印度这个国家,相信不少人的反应都是脏乱差,但就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其儿症水平与同样是人口大国的我们相比,患癌人数却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同样是人口大国,为何印度的患癌人数这么低?根据国际癌症机构发布的全球癌症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1929万例,死亡病例996万例,其中我国新发癌症457万例23.7%,死亡300万例30%无论是新发癌症还是死亡癌症都是居于世界首位 而同样作为14亿人口大国的印度,其新发癌症病例和死亡病例仅有132万和85万,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为何中运患癌人数相差这么大? 主要原因或与以下五方面有关,中国人均寿命长,癌症的确诊人群主要分布在60岁以上,年龄越大,患癌风险越高 我国男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为75岁、78岁,而印度的仅为67岁、70岁 换言之,印度的居民达到癌症高发年龄的人比较少一些,癌症确诊率也会更低一些 宗教信仰,印度人的宗教信仰非常强,在他们看来,吸烟饮酒是对信仰的亵渎 且印度有规定在公众场合不允许吸烟饮酒,一旦发现就会被处以罚款 且印度的香烟价格比较贵,一般人也消费不起 而吸烟饮酒都是诱发癌症发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包括肺癌、肝癌、胃癌等 饮食习惯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印度人是素食主义者 长期素食的人相对而言,罹患癌症的风险也会低一些 而我国的群众在生活条件好了之后,很多人都长期饮食无节制 大量摄入肉类、高脂肪的食物,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负担 增加心血管疾病、癌症的发生风险 医疗水平,印度是全球人均医疗费用投入最低的国家 2012年医疗卫生投入的占比不到GDP的1% 再加上印度的人口结构,地理条件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水平 导致很多罹患癌症的患者甚至没等到确诊就离世了 且印度对癌症的数据也没有妥善进行整理 不少病例都没有统计 经济水平,印度的GDP仅为我国的六分之一 很多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虽说印度有很多免费设施 但经济条件较差的他们长期面临缺少医药 人数太多的问题,很多人会出现误诊、漏诊 二、人人都有癌细胞 为什么有的人不易得癌? 2021年7月,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发表在癌症研究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 几乎每个人体内都会存在癌症基因 人类的身体每天都会长出100多一个新细胞和1到20个癌细胞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的人就不容患癌症呢? 一、饮食、生活健康 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会显著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 如吸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情绪不良 睡眠不足、过度疲劳、摄入大量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等 都会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 预防癌症需要先改变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二、远离癌症高发区 环境污染也是引发癌症的危险因素 一些地区的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较为严重 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 罹患癌症的风险也会增加一些 除了环境因素外 一些人由于职业的特殊性 需要长期暴露于致癌物下 也会导致癌症风险增加 三、没有癌症家族史 癌症的发生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家族内有直系亲属患癌的话 那么你罹患癌症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要高 但这个几率并不是100% 在这种情况下可尽早进行筛查 即便是不幸患癌也能早发现早治疗 四、心态非常乐观 性格孤僻、爱生问气、抑郁以及经常受挫折等不良心理 精神因素均与癌症的发生存在一定关系 这种性格的人又被称之为癌症性格 尤其会增加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 想要预防癌症发生 保持良好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五、进行科学的筛查 每个人都需要提高自身的防癌意识 针对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个体化的检查方案 具体的建议咨询专业医生的建议 尤其是家族内有病史的人更要定期筛查 三、不想被癌症盯上远离六种一级致癌物 国际儿证机构将致癌因子按照对人类的致癌危险性分为了五类 其中一类致癌物是明确会导致人类患癌风险增加的物质 这几种物质均属于这个行列 不想增加癌症风险 尽量要少吃 一、腌制食物 腌制的食物内含有较高的亚硝酸盐成分 而亚硝酸盐进入体内后会与蛋白质结合生成亚硝案 亚硝案是明确的致癌物 会增加身体的患癌风险 二、油炸食物 油炸食物时会产生本病皮 且会破坏食物本身的营养成分 长期摄入会健康不利 除了油炸的食物外 油炸食物时产生的油烟内也会有本病皮等致癌物 处于这种环境下也对健康很不利 三、煤变食物 煤变的食物内很可能会有黄蛆酶素存在 而黄蛆酶素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 会显著增加肝癌、胃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 四、加工肉类 香肠、火腿、培根等食物均属于加工肉 在制作过程中会添加亚硝酸盐、硝酸盐等成分 目的是延长保质期和提升色泽口感 长期摄入大量的加工肉 会导致体内蓄积大量的亚硝酸盐 而亚硝酸盐会转换成亚硝案 增加身体的患癌几率 五、槟榔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粘膜病科主任医师鲍哲宣表示 槟榔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 长期咀嚼会破坏口腔粘膜 导致口腔溃疡、炎症发生 口腔内会因此而聚集大量的细菌 显著增加口腔癌的风险 且很多嚼食槟榔的人还会吸烟饮酒 这样一来会给身体带来一加一二的伤害 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 六、酒精 酒精内的主要成分为乙醇 进入体内后会在肝脏内代谢转换成乙泉 乙泉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 摄入过量在体内囤积 会给多个组织器官带来毒副作用 其中对肝脏带来的伤害更大 长期酗酒容易引起酒精肝发生 没有及时干预还可能会演变成肝硬化、肝癌 癌症的发生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它并非不可预防 日常可通过好的生活 饮食习惯等来改善自己的健康情况 尽可能预防疾病发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